我们的手指对应六条经络 可以疏通五脏 那么它们分别对应的是 拇指对应肺部经络 对应的器官是心脏和肺 食指呢是大肠经 对应的是胃和肠和消化系统 中指对应心包经 五官肝脏 那无名指对应是三胶经 主肺和呼吸系统 小指对应是心和小肠经 主要针对肾脏和循环系统 我们呢可以顺着 顺着这条肩络 就顺着往前刮 往指尖的方向刮 如果有条件的话 去买这个 这样子推 假如你们有这个刮沙板的话 就用手指 这样推 往指尖推 那么它的作用呢 就是缓解便秘 浮泻 还有消化不良 它主要针对的是大肠和胃 那么操作呢 就是像我这样 视频所展示这样 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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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刮沙板 这样往前推 大概一到两分钟 但是坐车 看电视的时候 也可以做这个操作 或者放些植物油 可以起到蕴滑的作用 或者插些润腹路 也行 下面讲 关拇指 拇指对应人体的是 肺筋 肺主气 湿呼吸 然后 这条经络呢 有四个血位 有四个重要的血位 分别是 裂缺 太阳 还有鱼记 扫伤 那么 关拇指的作用是什么 关拇指叫 缓解咳嗽 因为对应的是肺 胸闷 气喘 咽喉 肿痛 就可以往这里推 你在推的过程中呢 它会触摸到 这个经络上的血位 有些人在按摩 比如说 你要找一个血位的时候 他可能 说 怎么没有用啊 因为 你没找对那个血位 那么 我们就笼统的这样子 推拿 中医上面 还有一个就是 哪里痛 推哪里 就是阿四血 你呢 也不用在意 我有没有推 有没有按对 那个血位 没关系 我们就这样推 往上推 找不到血位 我们就推 进入 那中指 中指 中指呢 对应的是人体的心包筋 心 主神志 睡眠不好啊 失眠啊 老是睡不着啊 心烦意乱的 这就是 心包筋出了问题 那么我们心包筋上面呢 有两个重要的学位 一个是在指尖的中充 还有一个是在掌中的劳工 劳工对应外面有个外劳工 我们先说下 手心的劳工和中充 这条是心包筋 当你 感觉心慌 心痛 失眠 心神不安的时候 那么 就 往上推 也是 向纸巾推 用手 或者刮砂板 刮中指内侧 按纸巾的方向 大概一到两分钟 劳工 中充 拿着推荐落 可以帮助睡眠 老是睡不着 睡不着着 那就是心的问题 你不安 不安省 怎么睡得着 你心定下来 那就会睡得香 有句话叫做 心静自然良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 无名指 无名指对应是人体的 三交筋 三交 三交筋主一生之气 气血运通 通畅 那通了 它就不痛 那不通 那就痛 痛 扯不通 那么这条 筋络 这条三交筋上面 有 中处学 和夜门学 还有 观冲 它可以缓解 偏头痛 和肩颈痛 也是 也是这样子 往上推 当你偏头痛的时候 筋颈痛的时候 你就往上推 这里是夜门 在中冲 往上推 中处 就是一条 一条经络上去 三个重要的穴位 你都会推得到 可以缓解 头痛 我们最后说一下 小指 小指 上面呢 有三个穴位 少泽 少泽和前骨 和后膝 那么 小指呢 它对应的是 小肠经 对应人的心呢 小肠的经络 反应 肾脏 循环系统的状况 它可以 起到什么作用呢 调节免疫力 还有帮助呼吸 帮助吸收营养 同样的是 往指尖推 可以用刮沙板 往指尖推 刮沙板会触摸到 你指尖上面的 整个经络上面的穴位 也是持续 一到两分钟 那么推进入呢 女孩呢 进气的时候 就不要推了 如果按着皮肤 觉得疼的话 可以擦一些 精油 或者植物油 然后再推 减少那个皮肤的摩擦 我们呢 可以顺着 顺着这条 经络 就顺着往前刮 往指尖的方向刮 如果有条件的话 去买这个 这样子推 此影片 仅限于居家养生参考 不能代替医生 诊断及质量 关注简单生活 把健康养生 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本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以便及时收到 最新的养生妙招 请订阅本频道